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常常一睡不醒咯 最近好不容易再醒来 结果发现周围已经大变了样 现在我的兴趣就是跑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人类小朋友 我平时喜欢看看书啊 听听音乐什么的 我挺喜欢一个叫James Brown的小伙子唱歌 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人类小朋友的寿命真是短啊 后来我又习惯一个叫Christina的小姑娘 小姑娘长得可漂亮了 唱歌又好听 不过听说前几年她吃胖了 啊对了 因为我老了 记性不太好 所以我习惯记彼记 什么事情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拿出来翻一翻 唉 说实话 每天背着飞来飞去 有点重 我考虑回头捡一下腹 然后是吃的东西 虽然我时不时会睡很久 但是我口味还是没有变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们人类发明的各种发酵食物 发酵食物是人类小朋友带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讨厌的食物大概是太甜的东西吧 砂糖和战争一样是罪恶的东西 颜色的话 我喜欢史车橘色蓝宝石的颜色 就是那种微微带着紫调的 像天鹅绒一样柔软质感的蓝色 这种宝石 以前在一个叫克什米尔的小地方出产过不少 但是后来被人类给挖光了 现在小朋友只能通过那个叫照片的小画来观赏了 这次醒来看到出现了网络这个新鲜玩意儿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就跑来掺和掺和 大家可不要排挤我这个老人家啊 接下来的直播里我大概会唱唱歌 聊聊天讲讲故事 如果大家遇到什么烦心事 也欢迎来跟我聊聊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说不定我这个老人家 还能帮大家分析分析 开解开解 我还听过人类小朋友好多不一样的声音 到时候都可以学给你们听听看 可好玩了 时间不早了 我又有点困了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不然我又要睡一千年了 令人的声音乐 比你联集伦站起了 大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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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